又到了我们的开心时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千言千语 我是来月圈 请问千答 对啊 请问千答 累了老师 还没睡醒吗 还没睡醒 还没睡醒 昨天失眠了 因为为了要跟观众朋友会也会 还有今天要见面 议题太多了 所以昨天睡得很不安宁 哎呀 没有啦 其实你是常态性的失眠吧 我是第一瞬间可以睡着 然后没有多久又醒来 对对 带老师有的时候 倒下去比我还早睡 但是呢 这个后来我就发现说 怎么好像他会忽然就起来了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品质 并不是很理想啊 没错 然后再醒来的时候 就睡不好了 好 不过呢 在今天 这个谢谢大家 在线上呢 大家很关心说 是不是今天要穿情侣装 是的 跟你们说 我们今天这个是算 也算是半套情侣装了啦 并不完全一样 但至少都是蓝色条纹衬衫 款式不太相同 但是呢 意思到了就是了 你的款式是比较时尚 我的款式比较保守 哎 对没有啦 老旧 这个就是标准款 那我这个是属于变化款 有设计师款 不过我穿的其实都是 之前的衣服 最近也没有买什么太多新的 不能再买了 对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衣服 昨天穿起来口碑还不错 就是我们中天推的这个帽T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最近这个确实很努力 用心的这个在推广中 谢谢你们 那昨天有人说我穿的还不错 还蛮好看的 我也觉得蛮好看的 对对对对 好 所以呢这个今天呢 就用这个半套情侣装来呈现 那下次有机会的话 再一起穿帽T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 今天呢这个一开始 我想大家可能一觉醒来呢 就发现到说 中东局势有最新的变化 对 其实没错 那我想其实还蛮多朋友呢 他们也很希望这个赖老师 再多谈一点这个中东的情势 不过也正因为刚好在今天呢 凌晨的时候看到 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攻击 那么这波攻击行动呢 到目前为止 也就是我们在直播时间为主呢 这个以三波的行动 看到第一波是针对这个 它的防空系统 那么第二波呢 也打了导弹跟无人机基地 所以呢现在到目前为止 一共是三波行动 那在刚才其实稍早 不仅仅是针对以色列 也看到它对于在叙利亚 大马士革这边呢 同样也有看到 它是针对叙利亚的防空系统做攻击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 好我想既然大家都很关心嘛 那今天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谈一谈赖老师怎么看 今天以色列的攻击行动 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是在26号的凌晨 它就开始实施了 它这次采用的是战机 那我们估计是战风机的可能性是蛮高的 战斗轰炸机 那你既然是战斗轰炸机 它相当有可能要经过空中加油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 它要穿越别的国家的领空 包括叙利亚伊拉克的领空 它才有办法到这个伊朗这个地方来 那我们就会问呢 那你要穿越领空 有没有经过叙利亚伊朗的 伊拉克的同意 当然没有 所以它打了大马士革的时候 它会使叙利亚它处于一个 这个防空的一个状态 然后焦点就放在叙利亚这边 但是它事实上它的战略轰炸机 就往这个伊朗的方式来走了 那很明显的它估计 它用您提到的是三波 那第一波它的打击的时候 是对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伊朗的防空系统 有一个系统是属于S400或是S300 那我们现在还不晓得 这个损坏的情况如何 但是伊朗这边传出来的初步的消息 也就是说第一波的轰炸 有六枚 有六个那个在德黑兰的西部 跟西南部的军事基地 有听到这个爆炸声 但是有六个爆炸声中 它们的判断应该是防空系统 去拦截这个导弹所引发的这个爆炸声 但是问题就在于它要先摧毁的防空系统 是防空系统成功的拦截到导弹 还是导弹成功的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消息并不明确 第二个部分就是对于伊朗的导弹基地 导弹的工厂 还有就是无人机那么进行攻击 那要打几十个目标 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象征性的一个报复行动 很明显的是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了 也就是低于对于核设施 跟伊朗的石油生产设施的层级还要低 但是比象征性的惩罚的层级还要高 就是说我现在是 这个以色列之前讲打这个军事目标为主 但是你打军事目标打的这个范围 赖尔先生的意思是说 比预期中更大是不是 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象征性的报复行动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人员的伤亡并不多 然后这个居治基地的破坏性并不大 那伊朗相当于有可能就是说 好那我们就犯片了 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看起来内塔尼亚胡不做如此想 他就是要去挑衅挑战伊朗本身到底有多少反击的能力 还有伊朗本身的这个决心到底有多强有多大 所以他打的面积是不是最强度的 但是也不是最低度的 刚好是介于强度跟低度的这个中间地带 那这个中间地带一方面表示他是强烈的反击 二方面要看看你伊朗的态度 也就是你软弱还是强大 你要不要还手 你要不要还手 对啦 伊朗我们估计他还手的几率会根据损害的程度而定 如果损害的程度并不大 那很明显的大家就会感受到以色列是打架的 因为以色列的导弹的精准度是高的 导弹的精准度高 而伤害损害面却小 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打架的 可是如果说这个损害面大 那就是打真的 打真的对伊朗来讲的话 他当然要表现出他的一个态度 就是不能在你全面摧毁之前 我什么都不动啊 要不然的话 那你现在都把我的防空系统给打掉了 我们导弹也没了 无人机也是一个重镇 这个基地生产很重要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都被你给打掉 打光了还得了 那以后呢我就什么手无寸铁了 就任你打了对不对 以色列以后还有可能会加大行动啊 但是伊朗的军事实力并不弱于以色列 所以伊朗你觉得它会怎么样 我觉得伊朗再度的反击的可能性 升得很高了 但是不会是立即的 因为对伊朗来讲还是一样 要筹备比较完整 筹备比较完整 而且呢要提出条件了 提出条件 上次也是一样有提出条件嘛 例如说加沙地区停火 那它就可以不反击 或者是说承认巴勒斯坦的建国 它可以不反击 或者是说这个美国愿意跟伊朗 进行这个核协议的谈判 对于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解除 那伊朗也可以不反击 所以也就是说上次是提出三个条件 可是三个条件都没有被满足的情形下 伊朗就反击了 那同样的道理我个人估计 伊朗也很有可能会提出几个条件 那看你美国以色列 特别是美国你同不同意 如果美国还是不同意 不买单的话 那伊朗很有可能 它就要再找一个机会再反击了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恶性循环 就是说开始在逐步的升级 但是目前我们的判断是 以色列也好 伊朗也好 甚至美国也好 都不希望 以色列跟伊朗全面性的战争 以色列也没有要打全面性战争 伊朗也没有要打全面性战争 但是我们常常说 人类的愚蠢就来自于 它明明知道我不想做 但是到最后却不得不去做 那这个就是人类没有智慧 那么人类一旦没有智慧 失去智慧的时候 那当然就悲剧就发生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目前球不是在以色列 也不是在伊朗 而是在美国 美国 而且这次以色列发动这个行动 其实美国早知道 对 而且美国还其实派了多架F-16 派到中东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事实上是牵制伊朗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啊 第一个这个情报的泄漏 就是绝密情报的泄漏 一般来讲估计美国所为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美国这样做的目的 美国泄密了 美国泄密 那美国这样做的目的 有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有一些人 看不惯以色列的符咒飞为 看不惯 所以故意泄漏出去 另外一种是美国的政府是有意的泄漏 装的说哎呀很惊讶 我们一定要查到底 但是事实上是故意泄漏 也就是提前通知伊朗 说以色列确实会打你哦 然后你要有所准备 降低你的伤害 那我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去缓冲 去降低 然后去部署 而且告诉你不会打核设施 所以你的防空系统不用放在核弹 在这个附近不会打石油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这些防空系统 放在你的军事这个设施上面 那你如果拦不下来 那是你自己不行吗 那我已经预先通知你了 我只是假装我的绝密资料的泄漏 然后但是我已经通知你了 然后再来你看 又说以色列是一定会打 但是他时间往后推 那就等于是给你伊朗做预备的时间 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你如果还是有损失 那是你不行吗 但我觉得他也没有多往后推啊 也没有延迟到什么选后 本来说有可能等到美国的选后 没有啊今天凌晨就打了耶 但是从10月1号到26号 也快一个月 就是说他可能比原先预迟的 稍微延迟了一些了 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延迟到很久 今天其实就已经看到这个行动展开 所以今天其实看不仅是针对伊朗做攻击 到目前为止三坡之外 其实他还打叙利亚 对 对那为什么 叙利亚是跟这个 黎巴伦的南部有关 因为以色列在黎巴伦的南部 的地面部队的进展 跟他的预估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联合国的 维和部队没有被下破弹 联合国维和部队 他们做了一致的决议 就跟以色列刚到底了 那这样的情形他们不测 不测的情形下 他的巡逻线还是在走 这个对以色列的地面攻击 产生了牵制的作用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以色列在地面攻击的 这个部分里面 他受到的重创 也就是他高阶的军官 史上的惨重 昨天还是前天 又死了大概七个人左右 所以也就是说以色列 他发现这个真主党并没有被他完全打垮 那他的几次的轰炸 对于他们的领导人的轰炸 还有对于巡护机的这种造成的伤害 并没有把真主党的地面部队的接触战 那么大大的削弱 所以以色列的军人损失的 其实比哈马斯的战争的时候还来的大 刚开始交战就损失这么大了 那未来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所以以色列在尼巴伦的这个部分里面 他的参谋蟑螂就说 哎呀我们的轰炸已经产生效果了 那言下之意就是地面部队的行动 可能会暂缓一点 可是以色列他不能够不采取动作 是因为他想在哥兰高地这个部分里面 占领更多的地方 哥兰高地是违法占领的 他是属于叙利亚的 靠近大马斯格这边 所以很明显的 他就往这边再扩大他的这个控制区 占领区 那也就是说尼巴伦的南部 目前来讲要整个夺取 难度大 那就往哥兰高地的左边来去 所以就对于大马斯格进行攻击 也就是对大马斯格的民兵组织 他今天是打这个防空系统 防空系统 所以他今天那个战轰击 就你刚刚一开始讲的 他就是从叙利亚经过去打 这样才能够越过 所以就是先把这个叙利亚的 防空系统先打了以后嘛 然后他才能够飞过去 不然的话他很有可能在叙利亚 我们就拦下来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 那伊拉克为什么没有动作呢 因为伊拉克现在还是在 美国的占领控制下 伊拉克虽然他的民兵组织 但是他跟伊朗有很深的关系 可是不要忘了 美国还是控制掌控的伊拉克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赖的不走 伊拉克的总统多次的要求 美国撤走 美国就死皮赖脸的 赖在伊拉克不走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可以穿越伊拉克 你知道以色列的那个总理 还有他的那个防长 都是躲在那个地下 在指挥这一次的作战 这一次的攻打行动 看起来这个 这是一波接一波啦 这我们不晓得持续几波 可是就等着伊朗 看怎么样来反手 反击这次看 以色列的这个攻打的行动 那损害程度 对损害的程度越大 那当然这个反手的行动 就越要什么 要加快脚步 否则的话呢 这个恐怕对于伊朗 只会越来越不利 以色列今天的这个最新的 这个行动呢 也欢迎大家在线上 来表达一下你的意见跟看法 朋友有特别问到 也有朋友很多 问的是跟美选有关 然后美国的大选 对11月5号即将要投票了 首先请教一下赖老师 现在目前这个选情怎么样 看起来是五五五波吧 对 请赖老师先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选情变化 如果以最新的民调来看的话 那个特朗普啊 台湾翻成川普 他本身已经翻转了 领先了哈里斯 也就是另外一个中文名字 叫做贺锦丽 这是华尔街的民调 领先了2% 那当然路特社的民调也有 各个民调都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都在估计都是在 误差值的范围内 因为他们的误差都3% 或是3.1左右 那3%或3.1的话 如果说你的领先或是落后 1%到2的话 我们基本上在民调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焦灼了 也不能够确定说是谁赢谁输 只是说正面看起来比较好 是例如说以现阶段来讲 那看起来是特朗普了 那以过去在上个礼拜来讲 那很明显的就是贺锦丽 那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翻转 我们担心的是 因为美国式的民族 坦白说已经 已经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了 很多的弊病了 例如说 现在大家第一个担心的 就是十月风暴 也就是说 因为你也知道 美国的选举的本质在恶化中 所以各种见不得人的 或是很黑很脏的那些东西 都会在最后的十天引爆出来 例如说上上次的选举 希拉蕊的最后的那个引爆案 就是所谓的泄密门 它的邮件的一个泄密出来 那现在不知道说 这一次的最后十天 会不会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黑材料 会引爆出来 那你可能在民主党会出现 也可能在共和党阵营出现 对 会出现 这是一种大家很担心的 就是十月风暴 就是说脏到不行的 有爆炸性的核弹级的 都会丢出来 这种都会丢出来 那有很多材料是假的 但是你在当时的选举中 你无法证明为真 也无法自证清白 那最后是由法官或是什么来 但是已经影响不了选举了 因为选举已经下去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由于陷入焦灼 而现在的特朗普的民调翻转 领先了这个贺锦丽的话 那目前美国的选民越来越担忧 例如说 美国现在有六成的选民担忧 选举之后 美国会爆发内战 会爆发大规模的动荡不安 确实也有朋友在问 就是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到底美国是不是会发生暴动呢 这个几率有一种情况 是最有可能的 就是特朗普落选 对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特朗普 而且是以极为的差距 极为小的差距 是的 首先就是如 因为特朗普目前的民调 领先贺锦丽 执政的是拜登 民主党的这个拜登 那贺锦丽是副总统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掀起出来的结果 却是贺锦丽赢这个特朗普书 那特朗普的支持者 会合理的假设有作票 他们会合理的假设 合理的推断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只要有人去推 煽动挑拨激怒 然后激化这个情况 说有作票有造成 那这样的话爆发的这个冲突 可能就一下子就拉大 那拉大了以后 就会牵涉到军队介不介入的问题 国民警卫队介不介入的问题 因为 有一半的人认为可以 对 有一半的人认为说 军队应该要介入 对 然后或是国民警卫队 甚至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民间的武装组织 他可能就拿了枪就进来了 那这样的情形 在美国的国内 会不会爆发这种内战动乱 或是暴动不安 大家都焦虑 这个是客观的现实 所以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特朗普的民调后来直直落 但这个不现实 不实际 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特朗普选赢了 然后你拜登选输了 那在这个时候 拜登 贺锦丽选输 对 贺锦丽选输了 然后 拜登上次指责 特朗普选输不认账 去发动国会暴动 然后现在的情形 那你拜登就很难 或是贺锦丽很难发动 他的民主党人去占领国会 然后去不认这个选举 因为他是执政党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选举 真的是动荡不安 美国的国内也焦虑 我想这一次 美国的选举真的是 越来越恶化 越来越恶之化 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不好 对于很多跟美式选举影响有关的 其他的很多地方 也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 不过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选情 你觉得现在还是很难说 到底谁会赢吗 很难 很难说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特朗普的盛面是比较大 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目前话语权是否掌握在特朗普手中 即使他胡言乱语或是胡说八道 但是他在网络的声量方面 他一直是高于贺锦丽 那因为贺锦丽 第一个就是乏善可乘 第二个语言乏味 第三个对于重要的 选民最关注的议题都避重就轻 不去直接面对 不去直接回答 你知道他其实他有解释 他在CNN的那一次 他就前两天嘛 他就说 你看我有一些题 这个我都没有讲 这是因为我要思考啊 好像就表示说我要好好研究 那这个问题 而且他说我要学习 你当了快四年的副总统 副总统 就我就说 他其实还不如不要说 对呀 这么一说了之后呢 哇那个 他想说什么 我们现在要投给一个学生吗 他现在要学习 学习什么呢 就表示你还是有很多地方不足 所以才需要学习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还要思考 你不是应该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通常出来选的人 就像说I'm ready 然后就是说 我要带着美国走向什么什么 没有 就相对于川普的这个 让美国更加伟大 那个落差 就更加的明显 然后 没错 所以就是贺锦丽 现在她的那个表现 才会让大家觉得 我们真的要投给这样的一位候选人吗 对 我觉得很多美国的选民动摇了 尤其是中间选民 对 但是事实上呢 你说川普 有没有她的问题 当然也有 为什么有的人 现在还是觉得说 我宁愿选贺锦丽 那也是因为觉得 可能就像刚刚在讲的 川普她能让人安心吗 对 川普真的能够处理得更好吗 把这个国事处理更好 恐怕还学会很多 风风天天的 对对对 然后所以才会 你看到这个民主党 就想办法的 猛打她的年纪呀 她的健康啊 她的心智啊 她的情绪等等 还有说她是法西斯 是希特勒第二 等等的这样子 好 但回来 那你看啊 就说那这一次的这个选举 大家在想说 呃 最后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 主流的媒体不表态了 对 这个代表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 蛮罕见的 因为过去 譬如说像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勇报》 其实它都是会表态的 对 那但是这次 《华盛顿勇报》 这次这个《Washington Post》 它的老板是贝佐斯 然后就说要保持中立 不表态 但是你知道这个 跟他们的那个编辑 是不一样的 对 编辑室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情况 就更早情况 其实我们看到是 发生在哪一个媒体呢 就是LA Times 那老板是华裔 那南非过来的华裔 那这个人他也是 就是提醒这些 这编辑主编 不可以有表态 对 要保持中立 这个保持中立 这个是代表什么 这个是代表说 其实他们这次 都不敢选了 很怕这个 选完了以后会怎么样 不选边战 秋后算战 对 因为他们知道 特朗普这个人 他是有仇必报 那有仇必报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一旦再让他 回来执政掌握大权 你看他对于这个 脸书的那个 朱克伯 你看他就恨死他 你看朱克伯 现在有焦虑啊 你不要讲朱克伯 我跟你讲 他还说 如果他当选了的话 他把那个检查 检察官给fire 对 而且他说秒钟的事 几秒钟的事情 对 对 因为他有权 所以他是有仇必报的 那现在的情形 有很多的企业家 或者很多的媒体的 他们会有焦虑 会有焦虑 就是因为他们目前来讲 因为你想想看 在美国这些大报的 不管是社长 或是董事长 或者是总编 他们的讯息量是很大的 是 讯息量这么大的情形下的话 他们一直在看各种民调 一直在估计各种声音 各种感受 然后他们本身都已经发现 这个实在是太难判断了 都起乎难下了 因为都不知道说 到底谁会赢谁会输 可是目前 他们会从过去比较 例如说亲民主党 现在转移保持中立 这代表什么 特朗普赢的胜面比较大了 因为不然的话 如果说一开始 这个看起来是这样 那我还是按照原来走 可是我觉得 他会转过来的时候 就代表特朗普的胜面 已经高于贺锦丽 我觉得目前 如果我大胆的推测来讲 我觉得特朗普赢的可能性 是比较高的 好 现在当然了 这个一般来说 这个很多人都认为说 确实是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选举一样 不到最后一刻 还是真的很难说 尤其是在这一次 选情如此的紧绷 尤其是摇摆州也是关键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同样在摇摆州 也是五波 不过好像 这个川普的赢面 是越来越大了 是的 所以就要看在最后 这个倒数 这个几天十天不到了 核弹集的爆炸 对很难讲 十月风暴 而且其实刚刚这个朱正 还有问一个问题 他说怎么看 现在的华人媒体 普遍都是支持川普 你知道这个其实我 海外的华人媒体吗 还是 对对对 海外的 对我先讲一下 我知道在加州的时候 这个情况 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华人 他们 或者是说Asians 其实他们很多他们是开店 或者是小生意做生意 其实是最感冒的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治安 治安逐渐的败坏 然后呢 以过去我们来讲说 可能都是在讲什么 minorities 就是少数族裔 多半都是比较支持民主党 但这次其实事实上 你看到的并非如此 那所以这个其实对贺锦丽有伤 然后再加上 这个所谓的零元购这个情况 是发生的越来越恶迟 而且是越来越频繁 然后你看到这个整个 这个政府单位 好像一副束手无策 那对于许多的这个百姓来说 其实他们觉得非常的无奈 甚至是转为愤怒 因此就认为说 如果再这样子去投给民主党 那可能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因此他们就想说 所以要改变 应该是要投给这个川普 或许呢 他比较有魄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选举 就是这个也变成是一个 对于贺锦丽来讲说 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 但是如果以加州的角度来看 即使选民有一些变化 可是加州要把它翻盘成为 共和党赢的州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可能性比较不大 目前来看的话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关键可能还是在于摇摆州的问题 那摇摆州 因为目前的政务复杂都在一左右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凶 但是贺锦丽这一次 在宾州的表现非常的不理想 这个对他真的是有减分 非但没有加分 而且还减分 因为他连CNN啊 连很多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贺锦丽来说 他的空心菜的情况 是一直在透露出来 蜜月期结束以后 他的底的空 就是说他没有料 的这个问题才是最大的 那当然民主党的政策 得罪了广大的穆斯林 那穆斯林他们本身 在这种摇摆州里面 会起微妙的关键上变化 据说啊 这个有一些非洲一的美国人 他们本身 过去也比它走向民主党的 也产生了变化了啊 有一些人已经移动了 往这个特朗普的一个方向走 如果您刚刚讲的 这个华一的问题 如果在摇摆州 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的话 我想这个可能就是 最后的稻草就把它压垮 我个人认为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于贺锦丽 对民主党确实是很不利的 我帮大家来问问题 请就要向赖老师 好赖老师 请问一下俄国跟朝鲜 新军事协议啊 对于全球的地缘政治 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朝鲜最近是派兵到俄国 这当然也是一个热话题 不过说实在的 那个泽伦斯基 我昨天就看到 他说啊 这个朝鲜啊 他们现在去了俄罗斯啊 10月27号就要上线了 上线的意思好像是说 就开始要准备 帮俄罗斯来打仗了啊 不这个是乌克兰的领导人 那杜马就是国会 那国会已经批准了 所以它成为一个合法的条约了 这个合法的这个两国的所定的一个条约 双方都有义务要支援对方 当对方受到第三方他方的攻击侵略的时候 那另外一方有义务要去支援 那支援的方式很多种 也就是说另外有一种 那就是直接军队的投入 目前来看的话 朝鲜啊 已经把军队派到俄罗斯去了 俄罗斯虽然不承认 但是也没有否认了 所以直接的这个军队已经进入俄罗斯 但是什么时候会去参战不知道 把整个情况跟各位简单的分析一下啊 2017年18年的时候啊 联合国案里会有一个决议 那这个决议就是朝鲜发展核武 当时中国跟俄国跟美国跟欧洲的国家 大家的立场都一样 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 这个原则是很确定的 所以当朝鲜在发展核武的时候呢 那联合国的案例会就通过了 对朝鲜的制裁 俄国当时也是执行的 所以2017年俄国就把这个 朝鲜派到俄国去的这些劳工 几乎全部都砍掉了 当时俄国的很多企业 也表达相当的抗议 也表达说这样子他们的损失很大 但是俄国它执行案例会的决议 也对于朝鲜有经济上的制裁 所以从过去俄朝的贸易 2.8亿美元左右 就降到了380万美元 这么少耶 2亿多降到380万 就降得这么少 那换言之也就是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其他的国家也都遵守 联合国的这个决议 可是当现在的情况 2022年以后整个局势改变了 那美国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 对俄国实施制裁 欧盟北约也对俄国实施制裁 那俄国认为你们制裁我两年多了 而且都没有经过联合国同意 所以它也不再遵守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是的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俄朝的合作就拉伸了 完全推翻了安理会的一个决议了 那现在他们的贸易额 在上一季就升高了三千多亿美元 所以朝鲜所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俄国获得 那俄国要什么 俄国现在除了炮弹 传统的炮弹以外 它最紧缺的最紧绷的就是兵力的 因为它在动员俄国的军年轻人去参战的时候 它的内部的压力是越来越高 所以它需要外军支援 这个时候朝鲜说我可以给你决定 朝鲜派的上用场 但是你俄国要交换什么给它 战斗机吗 现在有说苏35 不能排除 然后还有就是最主要的 对于俄罗斯来讲 要给朝鲜最要的东西就是稳定的 超高音速的中程跟洲际的弹道导弹的技术 也就是说完全可以覆盖 打击整个东京的经济板块 以及每个美国的重要的战略型的城市 这一些的洲际的弹道导弹的技术 我们估计俄罗斯可能会提供给朝鲜 然后让朝鲜装上核弹头 可以从这个朝鲜的本土 直接攻打到美国的战略城市 例如说包括纽约啦 华盛顿啦 芝加哥啦 旧金山啦 洛杉矶啦 那些大城市 然后让朝鲜可以直接攻击到 那这样的话 朝鲜它就可以确保 美国永远不敢攻击它 日本韩国永远不敢攻击它 因为它有完全有核弹的能力 可以摧毁韩国的首尔 摧毁日本的东京跟美国 那这样的情形 可以确保朝鲜的安全 可是这个对大陆来说 是不好的事情 因为你朝鲜拥有了核武以后 对中国来讲 它不希望它的周边的朝鲜半岛 是有核武的国家 这个对于大陆来讲 反应的时间太短了 对大陆来讲是不欢迎的 增加了一个不确定性 增加不确定性 所以您会看到大陆 对这个事情很谨慎 而且基本上来讲 不是非常的满意 因为朝鲜拥有核武 就大陆不乐见于此 对啊 那美国也会把核武的力量 升到朝鲜半岛 例如说三叉戟的 这个核动力潜艰 就进入了仁川了嘛 而不是 进入了釜山 那到了釜山 你等于是 美国就大拉拉的 把它的核动力潜艰 拉到中国的家门口了 釜山 对 釜山港 釜山港 这个对大陆来说的话 当然它也是很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整个局势的发展 就到这里 那您看 当朝鲜入俄参战 您认为就三千人吗 这一波三千人 下一波如果一万人 再下一波如果两万人 那俄国获得的朝鲜的军队 的数量越来越大 它在乌克兰的战场中 它的盛面就更大了 再加上这一群 已经有现代化实战经验的朝鲜 它未来回到朝鲜半岛了以后 它跟韩国的军队的作战 它的能力就不会弱了 它可能会更强了 如果再加上它配备有 俄罗斯供应给它的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例如说如何使用 无人机的合成作战 如何使用这种苏35 或是苏30的这种 可以跟F16直接对抗的 那这个对于韩国人来讲 它原来拥有的军事优势 它就不再存在了 可是朝鲜会很开心 朝鲜不仅是拿到技术 拿到战机可能 还有拿到钱 因为现在说俄国也很愿意 付给朝鲜的军人 用外国傭兵的价码 因为它就等于是用外国傭兵的 身份进来了 在朝鲜平常哪能够赚得到 这么多钱 上千美元了吧 那你怎么去指责朝鲜 朝鲜说我没有派军队 那是傭兵 那你美国有傭兵 法国有傭兵进入乌克兰作战 那为什么我不能有傭兵 进入俄罗斯作战呢 所以基本上来讲 北约的国家又没有办法 因为这样 然后他对朝鲜也无力去制裁 更何况大陆在安理会 不会投下统一票 俄国也不会投下统一票 所以他已经无法再对朝鲜制裁 所以他只能单边制裁 单边就是美国 日本韩国对于朝鲜制裁 可是又没有其他的工具了 工具这样已经用光了 他现在对朝鲜是完全没有办法了 好 这个也有看到朱生有回应 朝鲜外交部回应了 说不知道朝鲜国防部的工作 这个很特别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国防部的工作 是是有意思 他是外籍傭兵 外籍傭兵 国目前在中美角力之中 是否有让自己全身而退的策略 没有了 他的唯一的策略就是 要把中国大陆打垮压下来了 可是我倒觉得这不实际 因为第一个就是 你大陆你压不下来打不垮的 我们就这样讲好了 他们设定是十年 那也就是2030年 最迟2035年不让中国大陆超越 所以他们把战略设定是十年 那各位观众朋友 他们已经用掉快四年了 当初一上来的时候 就设定十年 现在用掉快四年了 那请问一下 中国有没有被打垮 没有啊 中国更加强大 中国对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 越来越扩大 而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突破技术 华为的重新荣耀的返回 而中国的电动车的这种竞争力 越来越强大 光伏电板 还有就是这个风力都 风力发电都已经超过欧洲了 也就是说你打不垮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即使你说十年后 让中国大陆没有办法 在第十年超越你 那第十一年呢 第十五年呢 迟早会超越嘛 那一旦超越以后 然后你美国 你变成第二 然后呢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维持第一嘛 中国一定会超过你 所以我觉得美国是 他只想到我现在这十年内 要把你中国打垮 他没有想到打不垮之后 美国该怎么办 他没有任何策略 而且打不垮 中国大陆超越之后 那你美国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嘛 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陆说了算了 已经不再是你美国说了算了 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以后是大陆说了算 不是你美国说了算 那你也没办法 因为已经不再是你能决定的世界了 而是中国大陆 他跟南方世界共同来讨论好 然后大家通过决议 就整个推了 那这个时候你G7说 我们抗议也没用 因为你们的市场规模小 声音不够大了 因为现在是南方一百多个国家 都说我们就是要这样做 然后你们这个G7的这些小国 他们就说我们抗议 可是你也没用 因为这个世界会分成 两部分 可是大陆的这一块是大半 美国G7他们是小半 已经不再是两大平板的块 是G7会越来越小 然后南方市场是会越来越大 就是这样子而已 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壮大 而且他们越来越富有 因为当他们的中产阶级 越来越多的时候 然后你的这个G7 你们的经济成长 几乎都是在于 百分之二以下甚至零成长 还有就像英国是负成长的情形 而发展中的国家 都是五六到七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率 那所以等于是 你们越来越缩小 南方市场只会越来越大 而南方市场会环绕在中国 为中心的情形下 最后你这个G7的一些国家 它会离开美国 会往这边移动 然后就开始要加入 加入这个南方的这个市场中 它就要遵守南方市场 所定的这些规则 这些规矩来行事 刚刚你在讲 就是中美两国在这个比较 以这次来讲 这个印度的态度就很明显 对 就是说至少知道 先融合一下这个大家庭 对 看起来这个金砖的势头 是在往上的 是 所以呢 它看到这个风向不一样 对 所以你说 有的时候 它也许它的行为 让你觉得好像不怎么聪明 但是就这件事情来讲 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了吧 对 我觉得你观察到一个非常敏感的 而且很尖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南方市场里面 其实 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的 很大的一块 它14亿人口嘛 对啊 所以市场也是很大的 对 可是它过去是一直希望 它能够成为 G7里面的一个成员 变成G8 这样子 因为它一直觉得 它应该是属于白人的 或者是有钱人集团里面 可能跟以前英国殖民有关吗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 G7从来没有把印度 当成一个真正的咖 他们只是在利用 那经过这么多年 四年左右的折磨 我觉得莫迪也看明白了 就是美国给它的承诺 是空的 是 开给它的支票本 是空投支票 然后根本都没有兑现嘛 对 那都没有兑现的情形下 这个印度发现 从美国那边拿不到好处 然后它跟中国的关系恶化 然后它变成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发展的 这个世界中 印度变成边陲国 为什么说以中国为发展的世界 您各位观众朋友 您想一想 中国以中国为中心 是不是发展出 10加1 10加3到10加5 是 因为本来是要把印度 纳进来嘛 就是RCEP 然后印度自己不愿意 所以它就变成边陲了嘛 所以中国在东南亚这个部分 跟东盟的国家的贸易 已经达到七八千亿美元了 还有跟东北亚 就是中日韩的贸易圈 然后现在再把澳大利亚 纽西兰匡进来 所以这是亚洲地区的 这个贸易在扩大 中国跟中东的贸易 也一直在扩大嘛 除了向中东地区买 这个天然气石油以外 也输出这些工业园区 输出工业生产制造力 然后进入中东这个地区 所以在中东这个地区 过去是以欧美为中心 现在中国大陆跟欧美 是并驾齐驱了 所以等于是 有另外一个中心出现了嘛 那非洲大陆 当然就是环绕在中国为中心了 所以四五十个 非洲大陆的国家 加上东盟的这些十几个国家 还有拉丁美洲 大陆现在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一直在扩大了嘛 那跟美国已经是并驾齐驱了 那跟美国并驾齐驱 所以你看 两个地方是并驾齐驱 中东跟拉美 但是在非洲跟亚洲 中国是中心 可是拉美的情形下 你看秘鲁的这个港口建造完成了 今年十一月要开通以后 没错 那这个秘鲁跟中美洲 南美洲的产品 就可以更快的运到大陆来了 对 当他们更快的运到大陆 大陆的产品 就更快的能够进入 中美洲跟南美洲的时候 那它的贸易就会扩大 那以中国为核心的这个情况 就会慢慢的凸显出来 那你想想看 整个发展中的国家 都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趋势 事实越来越明显 而印度是边缀 那不好嘛 可是印度又融不进去G7 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又是边缀 这个对印度来讲 它只会让自己的格局越来越小 所以很多的经济学家 都告诉印度说 你要实际一点 对 我记得我就有看到 这个马凯说教授 他就有分析 他认为说 印度一直都是要自信满满 他说我现在要这个 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大国 并且也已经定下了目标 印度总理莫迪 他确实也做过这样的宣誓 可是这个马凯说教授就说 如果你真的印度 你要达成这个目标的话 你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你应该要跟中国 要学习要融合在一起 如果你不知道 要跟中国好好的合作了的话 你没办法达成那个目标 但你如果知道 要跟中国合作了的话呢 那你就有机会 能够成为这样的强国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互无利互好嘛 对 这个道理难道不懂吗 那当然没有错 这印度可能会想说 也许我也可以有 我自己的制造产能 我也有我的这个优势 那现在我只要能够 拉着美国跟我一起来合作 美国的企业更多的 在印度投资 或者是挹注更多的 这个资金跟人力 那当然是有可能的 而且甚至还可以投入技术 但后来发现说 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其实呢 这个印度也开始在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当然就等着看 是不是能够真的 能够把这个马凯说教授的话 给听进去了 我们希望印度要先从根本性 做一件事 因为印度在过去 他是讲英文嘛 因为他是被英国人殖民 如果印度他开始改变方向 他的周边的国家 邻国最大的是中国 他应该要广泛的推广中文教育 那中印的误解 我觉得就会大量的降低 中印的合作的条件 就会更好 我觉得马凯教授的一个 很深刻的谈话 印度如果能听进去 而改变他们的语言教育 我个人觉得这个印度 才会有大大的希望 江浙广深等一带高科技厂搬迁 到四川湖北等地 这是否预料预示三五年后战争将发生 想太多了 这个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有他的历史背景的 这个历史背景我想 观众朋友您老一代的 老一代的朋友 当然我们讲就是资深的朋友 应该还记得大三线小三线的那个故事 那是一个时代的发生的重大事件 当时中国跟美国 还有跟前苏联的关系都非常紧迫 美国跟前苏联都妄言 要用核弹来打中国 那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就下了一个决心 那也就是全面性的这个准备核战 全面性的准备核战 可是那是发生在几十年之前 一九五六年代吧 那那个年代的武器装备 也没有现在导弹也没现在那么精准 然后各方面都是相对落后的 所以中国大陆就要保存战力 然后这个战场一定是在中国发生 不会是在俄罗斯前苏联 也不会在美国 那他们会到中国来打仗的话 那中国大陆就要保存战力 所以就把这些工厂就迁到内陆去了 那也就是建立所谓的大三线跟小三线的 这两条主战的一个国防工业实力保存的能力 那大三线他们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叫做山闪洞 山就是藏到山沟里面山谷里面 闪就是分散不依经济规律 而依国防安全为角度分散 洞就是挖洞界挖洞蟹 越大的洞越好藏在洞里面 所有的工厂就搬到洞里面 这是完全违反经济规律的 但是它是符合国家安全的规律 所以这个整个产业就往这边走了 可是我们再强调它很不符合经济规律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以后 后来核弹没发生 可是它却严重的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因为它完全不按照交通便捷 然后这个资源矿产丰富 然后城市群聚落的地方来发展 所以这个有严重的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后来核战没有发生 因为中国准备好了 那以现在的情形来看 你看中国大陆的整个工业 从经济改革开放以后 都从沿海这边来 然后所以都在交通便捷的地方 形成的工业聚落群 城市聚落群越来越大 一个一个的聚落 那你即使你说 我现在要把工厂往内部移动 这是为了国防安全的一个考虑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 应该不是朝这个方向来走 那是为什么 大陆本来就有这个地区性的一个均衡发展 因为沿海的发展 负担太重了 所以它就会往内陆的一个发展 例如说现在是成都 重庆 尤其是重庆 是作为一个中心 所以重庆的这个板块的一个发展 因为一带一路的成功 一带一路的建设的完成 它需要有更多的工厂 往这个中亚 往这个欧洲走 絲绸之路这条线走 所以有很多的工厂 往那个地方走 其实是考虑到交通运输 生产地点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板块 各位我想知道 你们也知道的就是武汉 这个经济中心 所以中国大陆有好几个板块的经济中心 就是让整个经济 不要多往东南 或是往东边这个地方来倾斜 是要整个平衡过来 那因此 由于一带一路的完工 然后这些产业的外移 是中国大陆的建设一定是交通先行 对 然后工厂后到 而不是工厂先到 所以现在其实这个交通已经是完善了 是的 而且它的本身 它的位置就是非常好 非常好 你看你发展一带一路 你往这个中亚 你或者往南 你往东盟 是 其实呢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交通枢纽的位置 是 所以在刚才你讲到说 那简单来讲就是 它就是要从东往西嘛 对 西 那我们台湾常常讲南向南向 它这个是叫西向 西向往欧洲 往中亚 往中东这地区来发展 然后不要忘了 因为中国大陆在很多重要的 这些交通的战略绝点上 都有发展出国家级的工业园区 对 不是省级的 是国家级的工业园区 国家级的工业园区 规模是很大的 基础设施是很完善的 它的交通是很便捷的 那它的电力是充沛的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都已经铺设好了以后 非常适合工厂的牵引 我觉得跟大三线小三线 为了国防工业的发展 比它没有关系 主要的还是在于 区域间的发展 跟工业经济效能 运输效能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 当然它其实也可以有这个作用 国防上的这个作用 分散 对 但是以大陆现在的 反导弹的能力跟作战能力 跟中国大陆的军队 往外推的这个能力 很强大 所以它能够保护到 整个国家的安全 哦 是哦 所以这个往西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美国应该先把硅谷搬走 哦 对啊 结果在这个加州 加州啊 加州在太平洋这一端 中国大陆的导弹 完全可以覆盖的范围啊 那它应该要往这个 往那个内陆中心的地方 来分散发展啊 可是它哪来的 它哪来的交通 它哪来的基础设施 它的能源都有配合吗 对 所以不是为了安全的问题 这个想太多了 美国也做不到 但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说有时代的背景 就是很多观众朋友 还记得以前大三线 小三线的这一段 活生生的历史 但是今天的中国 不是过去的中国 今天中国 作战能力多强大 防空系统科技 国防科技能力多强大 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Willy在问 对于台湾人民 过于执着于政党 而不是政治与政策 感到相当的唏嘘 这样下去觉得 人民只会越来越苦 当年亚洲思小龙崛起 台湾是新加坡人 所向往的地方 但是2019年最后一次到台湾 却已经看不到这儿的进步 停滞不前了 感觉人民没有早期 当年那种对未来 充满希望的积极友好的感觉 所以呢 对于如何能够再回到 一个繁荣的台湾 不知道赖老师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不可能 我想我很谢谢 我们这个新加坡朋友 对台湾的关心 其实您的感受 我们也同样一模一样的感受 我从法国回来台湾以后 我们就看到台湾就几乎是停止了 那停步不前 你看台北市到 从二十几年前到现在还是一样 它进步不大 只有信义计划区这个地方 有一点发展 其他的地方进步都不大 变化最大的是房价 对房价一直越来越高 然后我们的年轻人的收入相对来讲 就越来越低或是停止不前 然后大学教授的薪水几十年不变 四十二三十年不变 我们的工资几乎都没有调整 物价却一直在上涨 房价也一直在上涨 然后最主要就是国家整个发展 我们看不到有前景有未来有计划 这个最主要就是跟这个制度有关 各位观众朋友 您知道这种选举制度啊 选的永远是外行人 他并不是行政专家 政治专家理政专家都不是 他都是外行人 外行人来了以后完了四年 完了八年他走了 然后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 剥划二十年三十年的一个发展 他没有这个眼光 然后四年选一次啊 刚选上然后在那边忙的分赃 然后两年以后啊 接着就要开始又进入选举了 然后通常是两年就有一个地方的选举 我们叫做其中选举 然后他就在忙的其中选举 其中选举选败了回头土脸 选赢了就骄傲不得了 然后再过一年又要选举了 就无止境的在搞选举都在搞 然后基本上来讲就不务正事 然后玩的所有的都是在骗老百姓 因为他只在乎画面怎么样 镜头怎么样 然后名嘴怎么批他 怎么讲他 然后去动员 全部的力量都花在这个上面 他根本没有办法 也没有这个能力 强调没有能力为台湾规划长远的未来 每一个部会的这些负责人 都绝大部分都是外行人 都不是真正很有经验 很有本事的专家 都不是 所以每一个单位都不是 教育也不是 经济也不是 财政也不是 各方面都不是 那各位您想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这样的一套制度怎么会好呢 所以您看这套制度产生了严重的病 您看看日本不行了 韩国不行了 台湾不行了 美国不行了 欧洲哪一个国家型 德国不行了 英国不行了 法国不行了 对 没有一个国家型 就是这套制度嘛 所以是制度的问题 制度的问题 而且这套制度是无解无救 它唯一的好处 就是你当一天的主人 好了还有最后一题 我们要赶快掌握 如果时间了 12点半快到了 这个等一下 我们还有会员见面会 请问不要不要忘记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它的对外投资策略有变化吗 会减少还是增加在外国基础设施的投资呢 你讲太快了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是 它的对外投资策略有没有变化 我觉得 会减少吗 不会减少 它的投资只会越来越多 在外国 当然是啊 您看中国的电动车 就要走出走到海外去嘛 现在就要跟欧盟 基础设施 他说是在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 观众朋友 再强调一点 中国的发展战略的原则是 交通先行工业后道 那也就是基础设施 当我的这个一带一路走到哪里 例如说我走到马来西亚 然后我把马来西亚的交通 各方面都做好 工业营区都做好 工厂就来了 对但现在 中国大陆现在要努力的强大 它的内循环 那对外的投资 没有影响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互动的 互动的 所以大陆的对外的投资 基础设施完成了以后 他接着就是把他的工厂 他的这些往外移动 但他不会把内部里面掏空 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 例如说我假设 我的电动是要卖到哈萨克 所以我总不能够 都是在大陆生产 所以有一些厂 是要在哈萨克做组装 但是关键的 可能在中国大陆生产 然后再用这个运输到哈萨克 最后做组装 可是有一些领料件 就是哈萨克 就直接生产了 他就创造了 当地的就业机会 然后但是 关键的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 那哈萨克跟中国的 经济关系就密了 然后当你哈萨克 跟中国的经济关系密 哈萨克向中国大陆 采购了也就会多 那中国也跟哈萨克 采购 哈萨克也跟中国采购 那双方的贸易就升高了 然后再加上 我们所谓的内循环 内需就是因为 中国的地区的发展是 是不一致的 例如说沿海地区是比较富 所以沿海地区的中产阶级的 收入高的比较多 然后他们对于 例如说质量比较高的 他们比较愿意去消费 是啊 那但是问题是 如果说你在比较偏乡的 那么高质量的东西 它消费的市场就比较小 可是你就可以给它 质量稍微低一点的 但是价格很好的 那它本身就有这个消费力 这个就是内需 所以它还可以用很多方法 来刺激内需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服务业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跟服务业有关的观光旅游业 观光 对观光旅游业 那观光旅游业 以大陆现在来讲 是如火如荼的在推广 那很多人慢慢的就发现说 中国的地大物博物百川 看都看不完了 那它到海外去的意愿 就会下降 不是不去 而是意愿会下降 那我们问题就问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 等一下在12点半 因为还有会员见面会 所以我们就今天呢 等一下 会员朋友 记得要坐进来 我们待会呢 还要跟你们闲聊 闲聊时间是最快最开心了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 在今天下课之前 先记得帮我们来按个赞 按赞不只是按赞 而且还一定要把我们的影片 多多的分享出去哦 帮我们来推播 谢谢大家 在今天看请问千答 我跟赖老师待会见了 拜拜 拜拜